上一回说到,露出原本要貌的岩石天尊,剑岚实力非常的惊人。 牛魔王和孤空和力对抗他也打败不了他。 最后,悟空和岩石天尊战斗中也死去了。 悟空师兄。 连悟空师兄这么厉害的大摇也。 可恶! 嘿嘿,冒犯我的下等妖精,最后也得到惩罚。 愤怒,可以平静了,也伤得不轻啊。 呵,身为创世之身,被几个妖精打成这样正丢脸。 太差劲,你应该更谨慎行动。 愤怒是不好的,在你眼中有什么是好的? 永远都在抱怨,记住,我就是你,我丢脸就是你丢脸。 别再说了,至少我就觉得敌人取得了奇境。 赶快,把他吃掉吧。 笨蛋,现在吃了他,把力量提升了一点有什么用。 你现在不够强吗? 没错,我要追求更多。 我要的是,超越因果界限的大能。 把他带到平安去吧。 还有一些上主的妖精啊。 嘿嘿,他只在等待死亡。 没必要理会,无三准备的我,已经跟这种低等妖精修缠太久了。 奇境,才是你真正的欲求。 同意,没有任何事物比他更美妙了。 飞吧,想批安心法。 原始天准他双手画作黑色翅膀的老飞王目的地。 此时,白狼他已经在圣死边缘了。 原始天准走了,我和他这时天想着太远。 这个,不是凭着意志力和努力,就给弥补的距离。 这就是,神中之神嘛。 愿对他,有一种结望和无力感。 因为我从刚才起,以为其实他已经死了。 这是,无奈的终结。 悟空师兄说的,事件之事,就是如此。 事件之事,就是无奈啊。 这时,谭三杖师徒他们终于赶到这里了。 发戒感临到悟空师兄的妖魂消失了。 不尽怀疑是不是出事了。 此时,谭三杖叫他们别吵。 我们到了,看那边。 白狼在前方抱着已经晕去的牛小妹。 此时,谭三杖叫他。 白狼转头一看,是师父啊。 师父! 白狼直奔师父的方向。 此时,大家的表情都露出了不安的悲伤了。 白狼解释事情发生。 当时牛小妹伤得重,不知道能不能活。 在原始天尊者后,白狼赶紧救出被师父压住的牛小妹。 后来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带住了。 直到,谭三杖叫了他。 不会的,大师兄怎么可能会死呢? 他那么狡猾,早也偷偷溜走了。 对了,他也想法术躲起来,对不对? 不,大师兄虽然强悍,但一伤还有一伤高。 师父,还有一件事情,我害怕说出来。 师父知道,并会抛弃我。 说吧,我本来就要死的。 为了火鸣,我吃了一虎。 喂,听到吗,白狼? 还没断气吧,嘿嘿。 哎呦,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 我可比你强多了,怎么可能比你先死了? 妈的。 只是,上身这样,刚才晕了一回。 白狼,你吃了人吗? 刚才,跟你交手时,看得出来。 你说话顺畅,是指你上身的证明。 而且,力量也增强了。 短时间,不会通过修行变成这样。 你用了邪道之法呢,对不对? 我吃了一个叫石梦牙的家伙。 之后我觉得,自己头脑清晰了很多。 暗魂,就是有这种好处。 想要的能力,吃了就有。 真巧呢,如果你没有吃捷舞,我们都会死在这里。 现在,我们之中,至少能活一个。 白狼,你吃了我吧。 我快死了,我剩下的力量,足以追回你。 小语说,我的死法,合乎因果法则。 现在,我明白了。 我与你的影,总在未修远成人之前了。 现在,你这样做为结,真不错。 我不会吃人。 哈哈,你也不是第一次害怕什么。 你这个没用鬼,连吃人都不干。 宁愿躺着等死。 还有资格说,保护小语到西天级了。 记住,你恨我的事,老我吃了我吧。 但是,我不恨你。 我变得聪明了,知道你在刺激我。 嘿嘿,嚣张起来了吗? 别多说了,我和你都明白,只有这条路可以走。 我要睡一会,很困了。 睡一会。 能活着,就尽力活下去吧。 嘿嘿,你要再找那个严实天准。 报今天的仇,知道吗? 我会的。 嘿嘿,别哭了,好不好? 我要睡。 我要睡了。 一会儿就这样死在白狼的怀里了。 我很想活下去,一次化身为狼,吃了它。 它,救火了我。 谭三章握住白狼的肩膀。 白狼,看着我,睁开眼。 谭三章认真地看白狼的眼神,然后说,没事了。 以后,没什么特殊情况,就别再吃人了。 白狼问,就这样,我犯了大罪孽啊。 事情,不是非黑即白。 你不这么做,如今,早已在阴间路上。 至少,你眼神并没有浑身于鲨鱼之中。 不敢相信,悟空转世重生不久,就这么死了。 他为了保护小野而战时,就像当年在天空一样。 可惜,小野最后也。 师父,小野仍然活着。 我听到严实天准自言自语,说要带他到彼岸。 知道了,又怎么样呢? 连大师兄都打不过的对手,我们。 暂时别说这样,先看看牛小梅的丧事。 唐三战观察了牛小梅的丧事,知道他死不了,但却不知道能不能行。 他的身体似乎拒绝复原。 现在,失去了悟空,一虎。 小野落入掩始天准手中,这时,前手未有的困境。 老实说,唐三战也想不到如何应付。 这趟旅程,大家都自愿加入,你们是独立的而自由的。 走到现在,大家有什么看法? 要设法追严实天准吗? 好了,既然这样。 总而有个丑人出来说真话。 我们,玩完了,无法再继续了。 串青严实天准,不是我们能够挑战的对手吧? 老猪,我还不想死啊。 大家,不得就此解散。 赶快回家吃晚饭吧。 嗯,八戒的想法,我们的故事。 十分遗憾。 各位,告辞。 就这样,八戒离开了他们。 事实,他三战扫赶紧底下,然后坐下来了。 白兰看见三战坐下,他也跟着坐下。 八戒,走着走着,突然停下来。 又是这样。 喂,喂,你们打算你刚下去吗? 哎呀,可是没老猪是行过中的的啊。 欢迎回来。 谈三战告诉他,走,就是输了。 而我认为,没打过,绝不能输。 每次战斗,都会出现不可测的状况。 敢打的人,总有机会。 哪怕,是三性严实天准。 师父,说得对。 至少,他能被打伤,并非无敌。 大师兄之仇,由我老猪来报。 好,斗子又回来了。 师父,我们现在要怎么办? 越过大海盒,进入平安,越快越好。 等师父这一季很久了,一想到小野现在的情况,就无法安静坐着。 嘿呀,去吧! 后来,白兰直接跳下大海了。 他上上问他,你在干什么? 白兰回答,过河吗? 他上上叫他冷静点,游不过气的,上来吧。 白兰好奇,为什么呢? 不几乎忘记对岸了。 有一个时辰左右,就可以。 他上上说,眼见不一定为真。 大海盒分隔人间和平安。 不小心闯入的话,会迷路。 永远走不出来的,若要过河的话。 巴基亚家师父看水中,有东西冒出来了。 从海底升上来的大船啊。 难道,这个就是谈三丈要说的过温方法吗? 好的,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。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, 可以到我的Facebook粉丝团帮我按个赞。 如果你没有任何问题, 还是想合作的东西,都可以私信我。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朋友,请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。 记得按个小铃铛来收看第一时间的影片啦。 我是无脸。 那,我们下次见吧。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